本期想和大家聊一聊在自媒体怎么做尖子 我想这几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钱越来越难赚了 或许你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 某个朋友投资了几十万 开了一个门店 结果血本无归 某个亲戚参加一项项目 结果多少钱都打了水漂 我们身边那些炒股的 其实也基本上没有谁能赚到很多钱 面对着越来越难赚的钱 我们还要去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如今你手上的100块钱 也没有了20年前50块钱的购买力强了 就收入而说呢 我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只有32189元 但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数 如果我们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 突然马云进来了 那么这个房券的平均数就会被拉得很高 其实我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 中间位数呢只有27540元 也就是说 如果每年可支配的收入大于27540元 那么你已经跑赢了全过一半的人了 平均每个月下来只有2290元 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面临着收入上 但是顺钱难的局面 同时呢还要伴随着不断的通货膨胀 那么工资呢 或许你工资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涨了 因为要让老板给你加点工资啊 实在是太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兼职的话 那么将会你的收入增加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正好我本人呢 在自媒体平台已经兼职了有三年了 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干货 甚至是别人都不会跟你说的干货 我可以告诉你如何在今日头条兼职收入 达到一个月2万元 而且我说的这2万元啊 只是需要你前期的一个投入 这个投入呢 只是经历的投入 不需要资金的投入 如果你真的投入资金的话 最多也是一台电脑 一个麦克风就可以了 甚至你都不需要麦克风的 而且这个兼职是没有风险的 不会让你亏钱 最多呢 只是消耗你一些的精力 考虑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节自媒体的时钞课程 评论区下方留言 一的我免费分享给你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的另外一个账号 名字呢 我就不说出来了 这个账号的粉丝其实并不多的 目前为止呢 也是5万多 但是这个账号呢 我目前已经做了 月收入2万左右了 和我B站账号不同的是 这个账号的目前 主要是以文字内容为组的 在头条创作呢 主要分为文字内容和视频内容 这两大类 其中视频的内容最难做的 文字内容呢 相对而言会让你好做很多 如果是文字的话 你仔细要写一点文稿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视频的话 你不但要写文稿 还要录音 还要做画面 字幕 配音等等 一个十几分钟左右的视频呢 往往会花费你一天左右的时间 但是一篇哪怕三千字的长文 可能你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搞定了 我先说一下这个账号的经历 这个账号呢 是我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注册的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头条发表什么内容会有收益 所以大约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头条有几个有意识的历史问答 出于兴趣呢 我就回答了一段时间 没有想到六月份的时候 头条为我开通了问答的收益 于是乎我才知道 在头条发表内容能够获取收益 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只是有空的时候去回答一两个问题 在我有收益的第一个月呢 我的收益是500多 后来我就每天坚持回答一些问题 并且发表一些文章 在2019年的7月到10月之间 我的收益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到每个月2000块钱左右了 后面到了2019年的10月份之后 一直到2020年的3月份左右 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能够拿到清雲奖了 不过这个奖项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 当时每篇文章获奖的话 还可以拿到300到1000元的不等的奖励 问答能够拿到100到300元不等的奖励 那段时间呢我大约文章和问答 一共拿到了80多个清雲奖 并且啊在2020年的5月份 拿到了当月的优质的账号奖 这个奖项我一下子就涨了5000块钱了 在那段时间啊我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3000到5000了 在2月份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就将近1万元了 在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份左右 一直到去年的10月份 我的收益大概可以在每个月8000到1万左右了 到了12月份过后呢我的收益就再上了一个台阶 达到了2万以后呢 基本上每个月都可以持平在2万左右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认为头条的收益 一旦你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呢 只要你不断更新 并且保持质量 你的收益就能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之后呢随着你的权益加重以及粉丝量的增加 你的收益会越来越多的 它会逐渐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么在头条兼职 你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如何做到高收益呢 我认为你要做以下的几点 第一个呢就一定要选择你散藏的领域 头条的领域是非常多的 有历史文化财经科技军事娱乐游戏等等很多 有些领域呢它属于冷门领域 我选择的就是冷门的历史领域 而有些领域呢 向来都是热门领域 比如娱乐财经 一般来说冷门领域不容易有流量 热门领域是会容易有流量的 但是呢自媒体向来都是以我为主 也就是说你自己擅长哪方面的领域 你就去选择哪一个领域 因为要做好头条号 你必须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输出啊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你不擅长的领域 那么你很难做到一个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 一旦你的账号断根了 那么你的流量呢 那么你的流量就会下降 直到账号基本没有流量为止 如果你选择的是你擅长的领域 那么你就很容易持续的更新 这样你的账号呢才能运营下去 说到这里你或许会问 我可以搬运吗 其实完全是不可以的 现在任何一个自媒体账号 对版权的审核都非常的严格 一旦搬运就等于是超小便的内容 这样的话 你的账号很容易会被封好 我们再来说到第二点 在于你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输出 对于这点呢 我深有体会 就来现在更新的这个账号来说 我能做到日更 也是我多年看书的结果 在内容创作领域呢 你一定要有自己内容的输出 如果你没有内容输入 你就根本无法输出 只有你有足够的积累 那么你才会有持续的 甚至是优质的输出 持续更新 只剩你输出内容数量的保证 同时你还要有质量的保证 并不是说你用粗字滥造的内容 去不断的堆起 如果你的内容质量差 那么流量也迟造回下来 如果你的内容质量好 总的来说 你的流量是会不断的上升的 第三点 不要在意一时的收入 我最大的感触呢 就是不要在意一时的收入 有的时候呢 你会干很久 干出一片优质的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呢 并没有多少流量 甚至是流量产淡 有时候呢 你会看到别的 明明一篇不怎么样的内容 为什么流量会非常的高 其实你不用去在意这些 只要买脱苦干 好好做内容 收益是迟早回上去的 第四点 不要去在意一篇内容的投入 很多时候 我不少有一起做自媒体的朋友 来问我 一篇内容多少字数 其实这个问题是被问的最多的 很多时候呢 我只是为了把这件事情 或者问题 说明白才写了这么多字数 并不是我为了凑这么多字数 我去写这个内容 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呢 一旦你去在意了内容的字数 或者你做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去在意一个视频的时长 那么也就是在意你投入的经历 那么你就注定这个内容肯定做不好 记住 一切以做好内容为核心 第五点 不要在意一时的流量 很多时候呢 我做自媒体的朋友 一篇内容发表 他们往往去最在意这篇内容 在刚开始的观看量 浏览量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刚发出来的内容 并没有太多的流量 这时候呢 他们往往去看别的 上好的爆款内容 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够好 没有搞到爆款出来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说 我有很多时候的内容 是刚发出来的时候 流量很少 但是到了后来 过了一些天之后呢 流量它会突然的增加的 甚至成了一个爆款 如果你发表的内容足够多的话 那么流量其实会有保重的 因为只要你有发表出来的内容 无论是视频也好 还是文章问答也好 平台呢 它会持续的推送的 就来我的账号来说 目前呢 已经发表了1700多篇的问答了 其实很多问答的内容呢 每天它都会有一定的流量推送的 每篇都有一定的流量 合起来的话 它就是有不小的流量 所以啊 不要去在意一时的流量 好好地做内容就行了 不要去想太多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自投降的一些心得了 我的这个账号呢 目前收入可以维持 一个月大概2万左右 我想 即便我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没有做到 但是呢 达到我的一半 一个月1万应该不算太难 或许你会说 一个月1万算得了什么呢 在很多人看来 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你真的月入1万 那么你肯定已经跑了 绝大多数人了 视频的最后呢 兑现刚开始我说的福利 评论区留言 一一的分享一份自媒体 10超直播课 这个课呢 是完全免费的 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长 对你非常有帮助 大家不要担心自己学不会 这个课呢 是从基础开始讲的 讲得很详细 我想只要你认真听完 并且去实践 去坚持下去 随着粉丝量的不断增长 其实你的收入 还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 继续增长下去的 不断地到一个新的台阶 不许呢 今天你是1万 明天你就可以月入2万 3万也说不定哦 当然了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实现月入1万 这个小目标吧 关注我们 分享更多的自媒体干活